来感受一下港系恐怖片的压迫 本片根据台湾野生传奇人面与真实改变 民俗与现代的碰撞 神与恶灵的战斗 绝对精彩连连 精力充沛 本片全场高能 强烈建议在男朋友的陪同下一起观看 故事开始 2007年在台湾嘉乙中郊 三个钓鱼老悠闲的钓鱼 很快 一条罗飞鱼被钓了上来 男人手洗拾落 用最古老的麻醉方式把大鱼弄冤了 连内脏都不用清理 直接放在烤架上烤到金黄色 大鱼的香味很快飘了出来 几个朋友津津有味的吃的 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低头一看 声音竟然是烤熟的大鱼发出来的 这时大鱼的鳞天慢慢脱落 里面居然藏着一张脸 任何吃过鱼的人都有一肠 一个口喷出20斤不明液体 一个不受控制的撞向巨石 仍然死后 任命于突然冒出一股黑烟 黑烟直接钻进老王的嘴里 显然此时他已经被恶魔附身了 那天晚上 老王回家后突然发疯 残忍地杀死了妻子和五个孩子 最后警方已故意杀人罪逮捕了他 该让在台湾迅速引起轰动 在压力下 警方不得不向屈默然阿诚寻求帮助 阿诚作为驱卸神火的门徒 一眼就看到了 男子身上滔天的邪气 知道是魔神在附身 阿诚决定晚上开谈炸魔鬼子 碰巧两个年轻人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为了完成微电题材作业 他们晚上还带着设备来到寺庙 仪式正式开始时 阿诚念出咒语 把拳头放在男人的头上 一股黑烟冒了出来 这时关于魔鬼仔的故事 不断涌现在阿诚的脑海里 就在他准备继续探索的时候 他面前的老王突然变成了死去的妻子 就在阿诚失神的那一刻 男人正脱手铐 掐住了他的脖子 在关键时刻 阿诚强迫虎爷将民附身 但不管他怎么念证 虎爷就是不附身 徒弟们在关键时刻冲了进来 他们用盗袍迅速控制了老王 然而下一秒 老王变成了红眼睛 当他张开嘴时 一团黑烟喷了出来 看到黑烟冲向警察 阿诚迅速拿起长袍 把他包起来 封印在鱼的体内 然后用1039多的热油炸成外焦里面 随后 徒弟们小心翼翼的把他扔进垃圾桶 没人想到这一幕被两个熊孩子看到了 他们小心翼翼的把死鱼翻了出来 这时鱼嘴微微张开 露出一滩腥臭的液体 仔细一看 里面竟然藏着一条小鱼 不知道怎么死的小鸣 把他放进水壶里 最后还带回家里 离婚后的翠花一直心情不稳定 看着儿子带回来的小鱼 他好奇的凑近一看 他的眼睛突然变得很奇怪 显然 魔鬼鱼已经开始迷惑他呢 可怕的事情即将到来 半夜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女人上前检查 但门突然关上 女人鼓起勇气打开门 里面却什么也没有 翠花松了一口气走了出去 但一个男人突然出息 回头一看 房间里空无一人 但刚打扫干净的房子 一眨眼就变得零万 奇怪的事情越来越多 房间无缘无故的出现了奇怪的鱼鳞 翠花认为她的精神又有问题了 然后来到浴室吃药 然而当她关上门 翠花吓得连连后腿 再次望向镜子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天色突暗 翠花迅速向客厅逃去 这时桌子上的相机 莫名其妙的在播放视频 翠花拿起来检查 发现儿子和前夫的家人 在相机里笑得很开心 她从未见过儿子这种笑容 当儿子回家的时候 翠花就像一个怨妇一样 发泄她的嫉妒 她的表情扭曲而可怕 小明正开她的手 跑进房间紧紧的关上门 晚上翠花坐在床上 拿着离婚协议发单 这时似乎有人在门外闪过 当她打开窗帘时 什么都没 就在这时 奇怪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然而下一秒 小明在房间里醒来 来到客厅 但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 她看到地上满是血迹 跟着血迹来到浴室 窗帘后面传来一阵 撕咬东西的声音 当小明打开窗帘时 她妈妈正在吃一条活鱼 小明吓坏了 赶紧逃了出去 翠花探出身子 脸上的表情令人恐惧 过了一会儿 翠花又恢复了正常 但她的表情冷漠 眼里没有一丝表情 小明意识到母亲 被魔鬼附身上 迅速带着母亲和小鱼 回到寺庙 寻求阿诚帮助自己 阿诚注意到情况的严重性 立即开始了驱魔仪式 她用刀袍盖住小鱼 然后烧香作坊 随着医生的进行 她终于知道了 人面鱼的秘密 原来邪灵是老王的儿子 她生来就有一种罕见疾病 她的身上长满了 鱼鳞状的鳞巴 生下来她的母亲 都不敢抱她 她的父亲认为她很丢人 整整13年 男孩一直被关在 黑暗的地下室里 由于没有及时治疗 她身上的疾病 变得越来越严重 为了缓解她的痛苦 老王残忍地 直接杀死了她的儿子 最后埋在水库旁边的森林里 没想到男孩怨恨不休 被邪灵附身 变成人面鱼 现在他已成功复仇 整个家庭无一性命 但这次 他依附于无辜的人身上 为了解开男孩心中的怨恨 阿诚带着一群徒弟 来到水库旁的深山 立即开弹作画 想超度男孩 这个男人念完咒语后 罗盘一点反应都没有 另一方面 翠花被邀请到学校弹钢琴 他刚坐下开始表演 只见他的手指翻飞 在场的每个人都逐渐 受到魔法声音的影响 开始不受控制的互相攻击 在混乱中 小明被撞晕了 当他再次醒来时 母亲已经消失了 与此同时 山里突然升起浓雾 一股强大的力量 突然冲散了人群 然后几个徒弟被拖进树林 直到他们再次出现 已经被魔鬼附身了 成为不理智的傀儡 几乎所有的徒弟都成了恶灵 阿诚想阻止 却输给了对方鬼都逝了 阿诚心无死灰 剩下的两个徒弟 只能拖着他赶紧逃跑 回到车上 阿诚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原来虎爷一直不肯上他身 回到庙 儿子身上出现了奇怪的伤痕 阿诚意识到庙里不安全 于是赶紧带儿子去找父亲求主 父亲告诉他虎爷不上身的原因 因为阿诚太执迷不悟了 总想着自己死去的妻子 原来妻子生前得了癌症 命不久已 为了救他 阿诚每天都在向虎爷祈祷救妻子一命 但不久后 妻子还是去世了 从那以后 阿诚对虎爷的信仰动摇了 甚至划破了手臂上的符文 切断与虎爷的联系 在父亲的支岛 阿诚终于放下了植物 第二天 小明找到了阿诚 想和他一起上山找母亲 很快 两人来到山上 找到了小男孩曾经埋葬的地方 但十多年过去了 小男孩早已变成一堆白骨 阿诚掐指念咒 这要超度男孩的时候 被附身的师兄弟们出现了 看到这一点 阿诚迅速把小明逃跑 但为时以外 魔神突然扑倒了他 小明摸到了身上的护身符 成功击退了入魔 恍惚中 小明看见了母亲的身影 他赶紧追上去 终于在一间废弃的房间里 找到了母亲 看着妈妈扮人扮鬼的样子 小明哭着抱着母亲 我知道是你 我不会怪你 我知道你很心痛 我要想你 我们回家 爱着我回家 不快你别是怎么样 你永远都是我妈妈 母女俩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最后用爱逼出了体内的恶魔 最后黑雾消失在空中 另一方面 阿诚双拳难敌四手 被两个恶灵压在身下 而在这绝境中 阿强依然坚强的念着咒 只见他突然眼望金光 胡爷终于来了 胡爷将士 将妖扶魔 魔鬼被三下五出二完全歼密 但这时 死去妻子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阿诚慢慢的转过身 看见妻子就站在不远处 与此同时 他的父亲正在家中问命 突然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兵立即开始补挂 很快 胡爷就告诉了他所有的真相 原来这一切都是恶魔的阴谋 他故意引邀阿诚上山 目的就是向胡爷报仇 早在三百年前 因为他到处坐 胡爷就把他封印在深山上 这时 山上的阿诚也看穿了魔鬼的套路 尽管对妻子百般不舍 还是亲手戳破了这一幕美丽的套路 就在他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随着黑烟的缓慢聚集 血灵的母体出现 看到阿诚命选一现 家里的儿子突然睁开了眼睛 说到父亲受到威胁 下一秒眼睛就变成了金色 另一方面 阿诚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也许他的儿子给了他力量 阿诚忍受的剧烈疼痛 把身体从树干里拔出来 阿诚忍受的散开了花 快把手放在一起 最后父子俩联手彻底消灭了恶魔 不久之后警察赶到 在树林里发现了所有被恶魔附身的人 小明母子俩也平安无事 但阿诚不知所踪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只有小明注意到角落里 什么时候多了一尊崭新的石像 最后他拿回了庙里 他父亲看到后明白了一切 故事到此结束 如果你心中有爱 就会光芒四射 金手初心 即使前方充满绝望 未来也会突破黑暗 绽放光芒 我是东叔 感谢收看